当一六届新秀提前续约集体数钱时 我们说英格拉姆略显尴尬 当他第一次入选全明星时 我们说他终于追上了曾被给予后亡的自己 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 那个字英格拉姆进入联盟后 就一直老生常谈的问题 他追上同期的杜兰特了吗 当一名球员的模板上线为超级巨星时 就像硬币的两面 一面是肯定另一面是压力 尤其是当你榜眼秀被洛杉矶湖人最选中时 你会在放大镜下被审视 所以过去两三年 我们总能听到这两种论调 他永远成为不了杜兰特 他的天赋兑现不了 或者是英格拉姆还年轻 他会慢慢兑现天赋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英格拉姆的基础数据和高级数据 我们确实可以得到一个答案 22岁的英格拉姆几乎要追上22岁的杜兰特了 而这个几乎可能代表那些 无法准确完成的对比 以及任何人都没办法敲定的控制变量 这个几乎也代表着英格拉姆相比于布兰克 还依然欠缺的那份稳定性 从被胡人选中起 他就面临着巨大的关注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制衍 然后成为交易的最大筹码奔赴下一个球队 降低了关注度反而提升的表现 所谓光辉岁月 可能并不是以后闪耀的日子 而是被质疑时 你对梦想的偏矩 才22岁的英格拉姆 已经将要等到属于自己的闪耀时光 开启自己的主角光环了 明天就能给你决定了 对梦想的小 gegeben 你还要拿到这边 我相信 GEORGE 我相信你会让他开启自己的